Hello大家好,我是帕大手,欢迎收看订阅的观战来观战一把皮皮的破轮 我这边主要看到了玩具商,对啊嘴巴都打磕巴了 玩具商打破轮,这张地图看一下 之前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见过玩具商打破轮 其实有的时候效果还挺不错的 但是后来因为玩具商这个角色相对来讲出现在频率比较低啊 所以很难去有更多的这个信息了 就很难去看一下这些高分段操作下,对吧,玩具商打破轮的一个感觉 我们这把来好好来研究一下啊,分析分析 整套阵容的话并不是一套修得非常快的阵容 所以说破轮如果前期节奏好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能赢的 这里就看祭司,一个洞,哎,没打到,没打到 跟洞下去,俩洞全交了 但祭司这边的话,破轮毕竟是一个平地嘛 你这里打一刀,也不是特别舒服 这边皮皮是选择再过来补一根刺 再补一根刺,然后闪现刀带走了 本来是想要滚招一下以后呢,先打一刀 然后再开形态的话,这样闪现刀带 再开形态滚一下以后,一个悲观收了 没能够成功的话呢,就采用这个Plan B Plan A跟Plan B的话呢,Plan A我觉得节奏会更快一点 Plan B的话呢,相对来讲时间慢一点 然后你还要去防这个闪现 不一定闪得到,万一人家打个洞什么的 所以相对来讲,前期的节奏就会慢一点 不过还好,这种人修的并不快嘛 我们看这边佣兵怎么救人 佣兵这里拖一拖,夹子封住 打一刀过来吃夹救人,然后护壁跳开 想追,没追到,祭司一个洞打开 没有到二阶,没有到二阶的话需要滚两下 一下,第二下,祭司这边有洞其实也不好使 这个位置的话有洞也不好使,直接开尖刺了 PP现在波伦的一个熟练度非常的高 一个悲观带走 前锋来保 这边前锋来保倒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你这边技能都已经交了,对吧 你来保 拉球 撞 放下了 这个保的话我觉得可以保好久 再抓,好的 但这两波都没有能够把祭司撞下来 PP都是有时间能放下的 前锋的球已经交耗到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再来撞一波差不多结束了 拉走也可以,拉走也走了 可以可以可以,这波的话拖的不亏 他给外面傭兵拖了一波休机的时间 完全拖了一波休机的时间 亏也不亏的 只是呢,球消耗的有点多 后续的话救不下来了 或者说比较难救了 PP这边可以直接起一个轮形态 来,对,先放一个夹子这样的话 我只要滚到你以后你救人 我就有一个什么呢 就有一个切形态的时间 这边要直接过去救 不直接救的话 这边夹子一封 前锋这个人,吸血啊 好,人救不下来了 当时其实直接救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当时直接救的话呢 因为他PP这边切形态以后 有一个中间的一个CD7嘛 这波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现在的话没救下来 这波应该是直接就打工了 倒了 挂上,一个戏血,悲观,爆,玩具烧 要赶紧过来 把傭兵摸起来 前锋的话他要教自己 前锋叫自己了 傭兵能不能起来 这里PP好像似乎也没有想去挂傭兵的意思 当时走过来差差不多 可能傭兵也能被摸起来 但也能打一刀嘛 这里前锋叫自己的 一个刺,好的,稀缺4秒钟 可以不管这个前锋 管这个前锋呢 机子干扰的会少一点 不管前锋我觉得也可以 这边香水 好的漂亮 这批香水是玩具商留下的 但是夹中了 而且有闪现 地压室 挂进地压室以后 再往外去滚就好了 这个时候挂进地压室 一刻都不要犹豫 直接往外去打 不挂吗 那也行 反正挂上以后 一刻都不要犹豫 切形态直接往外打就可以了 一个稳赢版 守着的话 反而会给到穷者一些机会 我们看玩具商 玩具商在二楼修 这边找到佣兵 佣兵这边戏谑两秒钟 看一下玩具商会不会飞过来 譬如这边打得很稳啊 看一下耳鸣 通过耳鸣来盼一下 这边玩具商会不会从天而降去救人 排一下位置 没排到 玩具商这边飞过来的话 他是从大船直接跳下来的 飞的距离不是特别远 手里面又没有下一个跳板了 这边前锋果斑 看见玩具商 好的 这个人还不一定好救 这个人还不一定好救 这边尖刺滚一下 然后一个戏谑滚到前面 补戏啊 滚到前面补戏 你敢过来我就补戏 那戏谑打断你救人 没打断一刀打好 然后一个悲观 直接爆 跟上来 波爆哎呀这个货币被打断 人挂飞结束了 这边玩具商也知道没有什么太多机会了 呃这个局皮皮的话真的我觉得 完全没有给到球者机会啊 从整个局看下来的话 他就是一直在滚雪球 每一波赚一点 每一波赚一点 刚好都抓到了穷人者能够去打的一些节奏点 全部被APP给挡住了 没有一次机会吧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